独尊系頂樓翻牆 毒蟲亮槍挾持三人 漆黑對峙21小時 速度舉槍生死危機 市長議員連番勸 心戰喊話激怒嫌犯 模擬攻堅竟破局 人質喊話反映爭議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 林國志挾持東大生事件 警察來說 先打電話說 我們這邊有駐通緝犯 不起來啊 我很怕啊 他們那個警察就已經都持槍了 在那個門口那邊都已經持槍了 他們可能從這邊跑出去 21號晚上7點 林國志得知自己被警方重重包圍 是從頂樓跨越了13棟樓之後 來到了豐榮路最前方這棟樓 從頂樓入侵到了3樓 攜持三名大學生 我是突然聽到後面有開門的聲音 然後一進來他就拿槍指著我 你三人 你先放一個 大家有一個生意嘛 我到現在還沒死人 就已經表現了 這名同心犯林國志 是台東人有毒品前科 一次和其他朋友一起討債 遭到對方向警方告密陷害 他自稱被警方冤枉 為了自欽喊冤 才會闖入民宅 挟持三人 你有看新聞嗎 看什麼新聞 台東的瑕疵人事件都是我 你事由我還要吃個笑意 有熱鬧 你什麼東西給你 我知道是沒事有什麼 什麼東西 怎麼跟你說什麼 你肚有夠了嗎 我剛才去眼前說 你真的空了你 你不用教我這樣 肚的有夠了嗎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等一下盡量不要拍好不好 盡量射牌 聽到了喔 下午4點10分 被挾持的張信男大聲 打開三樓窗戶 揮手舉高槽位 向外頭大喊他很安全 證明嫌犯沒有傷害他 來 來 零國不要給他收拾 警方大陣仗攻上挾持案房屋 被挾持的張信大學生 先走出門 將林國正的槍枝交給警方 就被護送下樓 你都收拾了嗎 對啊 我輸了 你剛才帶你講的 有第一次我輸出了五千好不好 好 你也不要把它收拾 好 好 我們上去去訪好 好 如果我們這都抓緊 不然啊 我們這都抓緊 連上的奇葩判決 震撼眼球的離奇事件 奇聞一事 未來都在這 由我第一帶來此命 現在動動手指 按下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一起進入最真實的 命案現場